来啊 继续给大家扯淡 那个很多朋友说 问我为什么有这么多扯淡的东西 因为那个东西你要去观察生活吧 就有很多的发体 你不去观察就没有发体 现在我们是在那个大公园 你看这个是独栋啊 独立屋 你看这独立屋三层的 他们说不是每个主流群体喜欢的 而且大公园的房子啊 有些看上去像窗户 这独栋我看一下大概是多少钱了 这个三层的 我估计可能也在200万上下了 这个大家看一下 这是独栋三层的 哦 两倍多万 两倍多万了 这房子 三千尺左右 三千来吃 两倍多万 这大公园的房子真的还是有一点贵 这边可能就是该在学校进行的 出高中小学 这边的房子啊 那个 HOOF啊 那个房产税都比较贵的 这房子坦白说 我在美国 正好的时候 我不喜欢这种房子 我也不会买这种房子 三层的房子啊 我不喜欢 而且 大方美国人都不会喜欢 不是主流群体喜欢的 但这边房子还很好嘛 可能与这个供应面有关系 这是一个 二个就与这附近的可能学校上学方便有关系吧 我带大家继续转 继续彩蛋一期 这个 罗杉矶啊 那个 公务系统 罗杉矶那个消防队长啊 那个加班费去年拿了 将近六十多万美金 加班费啊 他的实际工资是二十多万 年薪啊 我说的 他加班费比加州州长 加州州长年薪才二十二万 他是加州州长的 光他加班费是加州州长的 那个三倍 大家看一下 就是当然为什么要加班呢 那个消防队长为什么要加班呢 因为 安排不过来吧 很简单就是 那么我看了一下那个加州这个公务系统啊 那个 呃 职位短缺啊 一万个岗位 也说 有万个的岗位需要招聘员工 招不到合适的人 当然只有招不到合适的人才会去有大量人加班嘛 那么 在加州公务系统哪些加班比较严重呢 一个警察 消防 还有那个水电部门的工作人员 呃 这些在中国都是相伯伯 但是在美国他招不到那个合适的人 呃 这个大家可能就觉得很怪了 为什么这些 呃 加州人为什么不去应聘这个 呃 公务员那些岗位呢 这就是中美两个制度不一样的 因为很多人不喜欢公务系统那种一板一眼的 呃 这种工作方式 工作这种节奏 所以说公务系统它的职位找不到合适的人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我看到这三个部门呢 一个警察 一个消防 一个水电系统啊 这个加班会他们呃 非常夸张 非常夸张 呃 大家看一下这个房子就是那种独立的condo了 独立的condo 你看他因为他门口他没有停车位 看一下看到没有 这个车库门口他不能停车 这就是condo 呃 独立屋他的门口是可以停车的 像我们家门口可以停三台车 车库门口还可以 我们家可以停留台车 呃 这个他你看他一台车都不能停 这就叫condo了 独立的condo 呃 继续啊 那个公务系统 加州那个公务系统 呃 因为找不到合适的人 一万个岗位空学 所以说就有很多的那个公务员啊 就直接去加班 来把他的工作完成 那么加州那边加班那个又很贵 加班公司很贵 每年的那个加州用那个公务系统这款的 那个加班费的支出啊是非常夸张的 我看那个报道啊 这个美国媒体这个报道 加班他比那个你看那个加班那个支出啊 加班会支出每年是多少 一年达到88亿美金的一个支出光加班会啊 加班会支出达到88亿美金 呃 大家看一下就有多花张看一下这个是独立屋啊 大家看一下这个独立屋门口你看他那个车 车 呃 车库门口他外面还可以停车看到吗 这就是独立屋 独立Condo他门口他刚刚那种他停不了车的 这就是一个差异 那个现在那个加州那个2013年底啊 那个职位的空穴需要增加的那个空穴的人数啊 是达到多少达到那个 呃 百分之三十 呃 百分之三十二有些部门的空穴的啊 达到百分之三十二你就知道这个没有办法 那么二零三年底平均达到多少达到了一十七点五 也说有本子十七点五找不到人 呃 二零二三年底你想一下这个就是就逼迫很多的那个 呃 要去加班逼迫很多那个就是那个为了用完成了个工作量就只能加班 看一下这个现在这个是两层的那种独立屋了 这个可能就更贵了这个两层的大家看一下这是两层的独立屋 这边的那个独立屋啊这个呃 这个三百多万了这个两层三百多万了三百五十万 我看这里有个卖三百五十万这个是比较大将近三千九四千十的样子 三百五到四百万之间了这些房子都是 这个地水很夸张的房产税要偷到一点八到二 因为这个两层是每个主流群体喜欢的 这个两层的是每个主流群体 喜欢的一个复习 那么就是有很多我们的法人啊就是你要进入这些政府部门 你必须要去拿到驴卡这是第一个 呃 第二个你要能够 呃 那个那个洛杉矶啊加州这些政府部门 这个是有机会的 但是有一些条件你必须要达到 有些要如极是美国公民才可才才有可能去移民那些纲位 呃 最起码的 至少必须是驴卡才有可能 当然那些语言能力也要要强 但是在美国那个 在警察是很辛苦这是一个 二一个是 是有危险的 因为加州这一款 美国这个枪子 呃 是比较泛滥的 像我们家都买了好多支枪 这个 呃 所谓的这些公务系统的这些纲位啊 他不是向中国的很多人去喜欢 会喜欢 呃 像我儿子他们那些同学很多美国公民啊 他去进入政府部门工作的比例并不多 因为他们美国这边的孩子啊 他们都更追求一个自由 像公务系统这些工作时间呢 呃 这很安部就班的 一半一眼的 很多人就不是太喜欢了 大家看一下这房子三百多万了 呃 这是大公园这一段 我带大家今天转一下把大公园 呃 了解一下 这边 这是最高端的 这个独立屋 最贵的 这个 加州啊 就是我 我们这一期啊 就是大家去了解这个加州 你怎么要去活高工资啊 你要去活的高工资 我觉得你去公务系统啊 呃 满足了每个一些基本的身份的条件 然后相关的一些专业培训 你进入公务系统你就能够活得一个相对稳定的呃 收入比较丰厚的这个报酬的呃 这种 岗位 呃 这在于每个人的一个喜欢度 因为每个人是一个我说的是一个很自由的国度 所以说 对那个公共 岗位公务的公务员 很多人不喜欢 呃 这也是大量的职权控制的一个原因 我刚刚说的这三个部门这三个系统 那个警察消防水务 这些加班会一年挣个 我觉得你愿意去加班一年挣五十万美金 轻轻松松 好吧 呃 这期就给大家采淡这些 呃 想活高工资 高收入 稳定性 就去应聘 美国那个这三个 系统的公务员的那个岗位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刘俨